之前我们就见过老Y做出的各种奇奇怪怪的拔河实验 说不准就会用什么东西来拔河 当然双方看起来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这一次老Y又开来了一辆汽车 看一下多少人能与汽车拉个平手呢 一开始人数比较少 完全不是汽车的对手 一直增加到六个人 发现汽车非常的吃力 慢慢的就把汽车给拖到了后面来 接下来又准备了一辆卡车 和一辆中巴车 两辆车在这里僵持了一会儿 竟然把绳子给拉断了 再一次进行实验发现 两辆车势均力敌 谁也拉不过谁 于是就准备换一种实验方式 但是不得不说老Y 真就是吃饱了成的 这次又准备了一辆擎天柱 看一下100个人能不能拉过质量擎天柱呢 而司机看起来还是非常的自信 而组织这次实验的几个人 却并不看好这辆汽车 因为在这后面也是排了很长的一队 这队伍看起来可真的是太长了 毕竟人非常的多 想要拉过这辆擎天柱 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吧 很快比赛就开始了 擎天柱刚刚启动起来 确实往前走了一段距离 后面的100个人也是非常的用力 没想到竟然与这辆车打了一个平手 这动力看起来可真的是太强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